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医师 我实在是 很久这两三年都听到你 然后也听过你的音乐 都透过彩琴来唱你的歌 然后我心里想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中年人 然后对这个音乐有这么样的投入 然后唱出这么感动 很基层的台湾 很原来的我们的声音 然后透过孩子的声音唱出来 就能够扣动人家的心弦 实在不懂得咳嗽你 今天突然间来彩虹你 我想要请请教你 因为你跟吴老师的结合 也是一个很 一个是音乐的 然后一个是艺术的 都是很另类的人 他很前卫 你很古典 然后我听说你们十一月份 要办一个十一月在金言饭店 有一个为了这个台湾歌谣 为了这个 恭喜我们吴老师退休 我今天知道你时间很少 我希望你表达你对我们台湾 这个土地的爱 然后如何透过音乐 你的心里的那个热情 跟你的那个感动 我想要听听看 你们的东西我较不了解 但是我在网路上有听到你的歌 有那个感动 因为今天透过吴老师 才有机会彩虹你 谢谢你的彩虹 这个感动实在是 是在你们的心里 要给我说给你们的感动 我说没错 因为你们感觉说 对我的作品 我相信是这样 因为我们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爱和疼 我相信是大家都同样 对对对 只不过就是说 透过我去把我所想的 所感受的 给它吓出来 刚才你的频率会对 有人不是感动 有人是感冒 感冒 有什么的感冒 感动的人比较多 感冒的人比较少 当然有时候夏天时 有人会上风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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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吴老师是怎么识识的 为什么吴老师四十三年来的 这个 逼彩灯类 你要给他赞助这个音乐会 是 因为吴老师 我识识的吴老师 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虽然你跟他批评他的人 像对他感冒的人也很多 对 但是吴老师对我对他的老师 和以前 他对这个教育 他对美术的教育 他不单是在美术而已 跟我们人文教育 美术教育 我感觉他都用很多的辛努 在努力 他不是说 他是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的 所以我对他的用心 的精神 我非常敬佩 我就是 你跟他说 吴老师你若是退休 我 我 我很生意 要来给你办一张音乐会 来 来 对你 表示对你的 敬余 因为过去的付出 像吴老师 这样认真 付出的人 很多 很多 但是 可以坚持 幸福的人 很久 对 所以 我是在想说 利用 这个 这个 这个机会 来 跟吴老师的朋友 看 美丽也好 不美丽也好 那我们都跟他搖倩来 来参加 这个 因为退休来说 对 我是觉得 他真是都 完全退休 如果更去政 退休 不算更去政 退休 是要算 不是很 什么 很悲凶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做的事情 要多 对 他可以做的事情 要多 但是 但是 就是说 他这个退休 我们用 开心的心情 用这个 尊敬的心情 来 表示 我们这些朋友 对他的 敬愛 我又想要了解 这件事 你在做 音乐的时候 你对我们这个土地爱的 那些东西 尤其是 那天才前 有唱了一首歌 温柔的风 吹响 吹响 吹响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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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点的东西 为什么会让我感觉 那个温柔 有点心痛的感觉 然后 是因为 我听的人 自己去对好入座 还是 老师 你的作品里面 有那个 你也有那种东西 所以我才会感觉 这首 温柔的风 吹响的风铃 是 差不多 六、七年前 有一年的思考 我去少年法院 把那个温柔上课 把那个温柔上课 有一个法官 寫了一段 陪家长 你把家长勉勒 说我们的孩子 就像风铃 家长的爱 跟关心 就像春风 春风 吹响 这个法官叫 中中林 中中林 是 我还是一个不一样的法官 他这个 他不是说 我给你拍 有做的给你拍 做的 没有做的给你拍 做的 那种法官 他跟很多的法官都不一样 他可以用心 来在听少爵 的缓糙的孩子 所以他到那里 家长勉勒 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 需要关心 需要鼓勒 对 对 对 所以 所以 他这张牌 我才教他 这个艺术 我才教他 做这首歌 来跟家长 大家来勉勒 所以你的歌 都总有故事 故事 故事 都有 我在想 我的故事 不但有故事 都是真的 不是变成 所以 所以不怪 你的音乐 让我们很多人感动 就是因为 他都是真的感情 所以 真的 你的整个 我还有一个 很舒服的事情 不知道可以问 我要请教你 我知道 大家都叫你 医生 你自己本来有 你的策略 你现在 冲着 这个音乐 应该是没什么贪金 請问 你们家的家人 夫人 和驾驭 大家有很支持你吗 不然要怎么办 我 因为我自己感觉 藝術家的路 稍微感充目 做音乐也同样 做藝術也同样 我老是感觉 要有专家的支持 我们可以走得更快乐 我希望你很快乐 因为 我觉得你的歌 我可以让很多人感觉 温暖和安慰 你感觉我没有快乐 我没有感觉你没有快乐 是因为 我在想 想一个人 他如果做医生 他的收益 应该是比较多 但是他的快乐 就是做音乐 但是他们太太 有快乐吗 有支持吗 这应该也是 一个技术家 我遇到太多次了 他太太确实很快乐 而且很温重 所以我也让你开心 这是我自寄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在这里 就是曾太太 那里 我温柔的风 吹响的风银 那里 实在说起来 我感觉是台湾的幸福 也是你的幸福 也是我们大家都的幸福 是 我很希望 11月份的时候 来听到 亲身听到你的音乐 跟你的歌声 因为 我都透过萤幕 透过你的三孙 那个堂地唱出来 跟曾医师你唱 应该不一样 你应该可以亲唱两句 听我唱歌 尤其你们这段 我们要来跟这个 吴老师 他这个 帖校的英雅 你们来听我唱歌 还有一个好处 不用钱 现在可以亲唱两句 不行 不行 因为我的首相 首相 首相比较有磁性 他怕破坏性相 他怕破坏性相 谢谢你 听说你 今次歌车 我会把你捞下来 喝咖啡的时间就没有 谢谢 今天谢谢郑志仁医生 如果不败 你们就要捞你 我们一起转车 请我吃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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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很高兴 在饭店的 偶遇政治人医生 郑医师呢 在十一月份 跟吴老师 在高雄市九如路的金言饭店 有一个音乐的饗宴 是免费的 这个免费的音乐饗宴 是很多人 可能没机会享受到的 甚至去欣赏 你有时间 没时间也要半时间 我们在十一月车三 来九如路的金言饭店 参加我们这次 定位的音乐饗宴 我们今天真有福气 有机会 等到郑医师 要有机会好奉门 我们很感谢郑医师 也很感谢郑医师 也很感谢郑医师 给我们这个经验 谢谢各位